很多整形美容机构喜欢在宣传当中把韩国医生主导当成一个最大的卖点 因为韩国整容业比较发达 但是最近北京卫生局做了一个调查 北京那么多的整形美容机构里边 取得了在华行医资质的韩国医生只有两个人 而沈阳56家美容整形机构里边取得了在华行医资格的也只有三个人 咱们南京整形美容机构也遍地都是 那里边的韩国医生又有多少是靠谱的呢 来看我们记者调查 我觉得韩国医生在整容技术这方面比国内的技术可能要高一点 怎么讲像韩剧的那个里面的就是小娘 然后那个高碧娘那种特别又是有女人味的那种感觉 特别能整出这种效果 技术好科技水平高 这是很多爱美者对韩国整形医生的影响 而在网络上啊 多家南京整形医院也都打出了有韩国医生坐镇的招牌 比如这家整形医院的网站上 这个名叫靳孝敏的韩国医生是医院的主打牌 韩国医生也有的 但是韩国医生需要另外加费用的 大概加多少钱 三两块钱左右 在哪边坐呢 在这边坐 我们请他过来 与国内医生相比啊 请韩国医生做手术的费用要高出很多 那么这所谓的韩国专家 在韩国时又是在哪家医院工作呢 他韩国哪个医院 他自己是有一个自己的诊所 韩国好的医生都是有自己诊所 不在大医院 他从事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 而在另一家名为亚韩整形院的官方网站上 对一个名为卢成炯的韩国医生的宣传 则更加夸张 这名韩国医生不仅被称为韩国精细整形第一人 还被描述 曾经亲手打造出郑金浩 朴正雅等三十位知名韩国明星 这位医生又是否靠谱呢 会有韩国电厂过来坐这个吗 是 有的是吧 是 现在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对于是否有在华行医自治的问题 这家医院的回答同样也很含糊 而记者从南京市卫生局查询后得知 上述的两名韩国医生其实都还没有获得在华行医的资质 是不得亲自操刀在中国行医的 有关单位呢 你请了这个外籍医师来华行医 你要承诺承担由此而导致的民事侵权责任 我们市本级所许可的具体的韩级的这个从事医疗美容服务的这个医师呢 有七名没有经过正规的许可流程 严格来讲属于非法行医 这是我们所打击的这个对象 卫生部门表示 外国医生来华行医有着严格的准入门槛 要履行严格的准入审批过程 这包括了该名外籍医生在国外的学位证明 行医执照还要由国内的公证机关进行公证 而在华行医资格及时取得也仅是短期的 每过一年在华行医资质就需要重新进行审批 与整个南京市场只有七名合法韩国医生相比 各家医院铺天盖地的宣传显然是有水分的 而业内人士表示 在华打黑工的韩国医生大多都存在着问题 在2012年时 中国消费者协会曾经统计过 美容领域连续多年是消费者投诉热点 而在中国整容行业兴起的十年中 平均每年因美容整形毁容毁形的投诉达到近两万起 卫生部门提醒消费者 如果您也有整形美容的打算 在院方向您推荐所谓的韩国医生时 可以要求对方出示在华行医资质 如果发现非法行医现象 可以向卫生监督部门进行举报 江苏城市频道